7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第六场新闻发布会。 截至7月22日24时,新疆新冠肺炎救治医院收治确诊患者82例,无症状感染者77例。 通报中称,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结合新疆本次疫情的具体特点和情况, 经新冠肺炎联合专家组多学科讨论, 制定了一人一侧多学科协同救治和中西医病重的治疗方法。 7月22日,专家组队其中20个病例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各种的评估, 并提出了相应的检查方案, 医疗团队对每一条建议都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逐一落实, 目前收治的确诊患者多数病情评论。 陆成说,国家卫健委派出了多名实战经验丰富, 参加过湖北等地抗疫的专家给予现场指导, 新疆还调配了呼吸、重症、愿感、护理等科室的专家, 与国家队组成联合专家组, 随着后期就职需要, 还会吸纳更多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加入到就职当中。 陆成还介绍, 在医疗救治工作中,加强中西医结合, 完善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 根据医学观察期及临床治疗期的不同分型, 恢复期采取不同方济治疗方法, 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截止7月22号24时, 乌鲁木齐市累计采样160多万人份, 天山区、沙伊巴克区两个高风险地区, 以全覆盖完成核酸检测。 7月9日是你 这里有很多事情發生。 假期已定管理台在这里有很大的zi Brazil。 才会及时,